法師品第十 二二七頁 第三行 要望 其有獨誦 法化經者 當之是因一佛莊嚴 而治莊嚴 三位如來見所何擔 其所智方應隨相禮 一心何掌 共進共養 尊重讚嘆 華相映弱 莫相圖相 掙蓋窗帆 衣服搖轉 作主積悅 民眾上供 而供養之 應之天保 而以善之天上寶具 應以奉獻 前面說到佛在世 佛滅獨厚 受世獨誦 法化經 也有下品誌 有上品誌 種種的功德國報 是分別地說明 這以下是總明 總明裡面 前面一開始是說 逆之 逆之得罪 這底下 江才念的這個文字 順之得福 前面是 要有惡言一不善心 欲欲結容現於佛前 懺悔罵佛 其罪上輕 請 要願意 惡言回子 在家出家 獨誦 法化經德 其罪甚重 這個 昨天這一段文字講過了 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你毀謹佛 對於佛 並沒有傷害 但是你要毀謹 破壞 突發心 在家出家 獨誦 法化經德 就會對他有影響 會有破壞 所以 罪過其罪甚重 這樣的話 就是勸後來的人 不要對這樣用功修行的人去破壞他 毀謹他 這裡面並不是說 毀謹佛罪過輕 毀謹佛罪過還是很大的 是要毀謹佛 其有獨誦 法化經德 這是說順之得福 是佛詐佛 要毆菩薩 說是要是有獨 法 和經德 誦 法 和經德 誦 法 和經德 誦 法 和經德 應該知道這個人 他是學習以佛法的人 佛是有戒定慧的莊嚴 有六波羅密 無量功德的莊嚴 而這個獨誦法法經德 他向佛學習 他也是以佛的莊嚴 來莊嚴自己 也是修下解定慧 也是修下無量 無量無便功德的 所以他是以佛莊嚴 而是莊嚴 這個是特別應該恭敬的 不應該毀謹它 破壞它 善為如來間所何丹 這一句話的意思呢 這個間所何丹呢 這個間所何丹呢 這個和是在背 背著它 丹是在間上來擔它 何丹呢 這表示啊 是非常重視這位 這個人 如果有這個需要 佛能何丹它 表示重視它 就是一個生死的凡夫啊 能發這樣殊勝的道心啊 能讀誦法和經 佛對這個人呢 非常的尊重 愛護這個人 這句話就是這樣意思啊 善為如來間所何丹呢 佛對這個人呢 非常的尊重 愛護這個人 這個 按世事實 我們這麼觀察這件事啊 這個生死凡夫啊 煩惱很重啊 這個生死凡夫啊 煩惱很重啊 就是啊 在舍生相為主上的活動啊 非常的強烈 慧願間能回過頭來啊 能夠啊 能夠啊 去讀誦法和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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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能夠啊 能夠啊 去讀誦法和經啊 啊 這是非常偉大的一種德行 所以 受到佛的重視 就是這樣意思啊 起所知方應随現理 欲心合掌 供應供養 祂是以佛莊严而之莊严 受到佛的重視 所以這個人 他所到的地方 啊 他在甚麼地方 应该随着他那个方向,向那个方向去做礼,恭敬,礼拜这个人才对 这个,要是能够一个人真是发心了读法国经,诵法国经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寿司在内 能够受持他的文,也能受持他的义 就是所谓法师这两个字的意思,以法为师 以这个法国经的,这个甚深的读法师相 为他内心的轨道,为他的心轨,为心的一个道路 这个心呢,常行于读法师相上的,常于读法师相相应 那么这样的人,念念在道啊,这样用功修行,的确是不可思议 所以,其所自放,迎谁向礼,表示恭敬 又能够一心不乱地合掌,恭敬这位,供养这位 还尊重赞,还尊重赞叹这个人 又能够花香,应落,墨香,土香,烧香,蒸盖,床帆,衣服,咬转 这些饮食,还要做出积月,饮中善供而供养之 不但是饮中善供,应是天宝而于善之 天上的宝具,应于奉献,供养这个人 这是佛这样子告诉我们,尊敬这边 所以,这佛为什么要这么样的恭敬他,尊重他呢 是誓言欢喜说法,读法或经,诵法或经 里边的文和意义,又这样子在内心里面常常的修行 而他是有慈悲心的,欢喜为言,讲说或法的,讲说法或经 虚语文字记得究竟阿多罗三百三不提故 你听他说法,不要说听很久 就虚语之间听他说法或经历 你就会啊,究竟阿多罗三百三不提故 你听他说法会有这样这么大的作用 这个有原料的人,自己真是有那样的诚心 能遇见那样的人去说法 这个心啊,这一念相应啊,能动起来 发了无上福的心啊,那的确是 的确是,许文字记得究竟阿多罗三百三不提 这个究竟阿多罗三百三不提啊 也就是他,原来是一个闪闪乱乱的境界 火焰间听闻了这样的人,有德行的人说法 他就能肯定,从那个淤泥里面发出一个大链花里来 那么就是发了无上福的心了,相应无上福的音 那就是究竟阿多罗三百三不提了 当然这是这个,在阴所果 所以叫做究竟阿多罗三百三不提 这是极大的形容啊,听这个阴说法的作用 有这么大,功德广大的意思 所以也正是说这个阴呢,这个受识都中法会经 这个阴的功德不可辞议啊,所以不应该绑回啊,应该赞叹供养的 而知识尊于冲宣此意而说几言 是要欲诸佛大,成就自言之,当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化者 其有欲击的一切总智慧,当受持事情并供养此者 这底下是重识,这个重识就寄识里边呢,分三颗 第一颗是奖券,自行利他 第二颗,重识,别种两意 第三颗,斜探,经对第一 现在是第一颗,奖券,自行利他 这个奖券,自行利他这两行计,在长行里是没有的 这等于是孤起送料 所以要欲诸佛大,假设有淫呢,他愿意安住在无上菩提 想要得无上菩提 成就自言之,能成就佛的那个自言的智慧 你成就了那个智慧,那个智慧的作用是很自言的,很运运的 不是那么辛苦 我们其他的没有圆满无上菩提的 虽然也有智慧,但是那个智慧没有那么样的自言 所以这等于是赞叹佛的智慧广大的意思 是常当勤供养 你要想要成佛,得佛智慧怎么办呢 你常应当勤供养受持法或经历 那个受持法或经历你常去供养他 你应该做这件事 其有欲及得一些种智慧 假设有的人呢,他愿意可激素地 迅速地得到佛的智慧 那么前面说自言之是总说的 这底下分开说 什么自言之呢,就是一些种子加上这个慧 这一些种子就是如量子 那个慧就是如理智,这两个智慧 这两个智慧就是一个观空的智慧 一个观元气的智慧 是想要积得佛智慧怎么办呢 当受持事情并供养持人 那么你应当自己也受持这个法或经 并且也供养了其他的受持法或经历 这些受持法或经历你也供养 你自己也受持独送法或经 这样子自利益利他 那么你就会满愿了 那么这等于是,你想要成佛要做这件事 要有能受持妙法或经者 当之佛说使,敏念诸众生 这以下呢,是送这个第二课 重送别种两义 长行上有这个意思的 这个分两颗 第一颗送别名 第二颗送种名 送别名里面分两颗 一个是送献词 所以要有他现在在佛在世的时候 也能受持妙法莲华经历 当之是佛说使 这是佛的死者 那么这是送这个下品词 这个下品词 能受持妙法莲华经 这是下品词 他有什么功德呢? 当之佛说使 这个意思是佛的死者 他是有死者心 明念一些众生的 简单这样说 诸有能受持妙法化经者 舍于清净土 这个下品词 免重古生词 当之佛说言之 自在所遇生 能于此恶事 广受无上法 这底下送的上品词 所以很多的他们有能力 能够受持妙法莲华经 那就是送这全部的 舍于清净土 这个也是怎么一个情形呢? 他是能够往生 能生到清静的佛世界去的 这应该说是圣灵的境界 民众不能去能生清静的佛徒 为什么不去呢 因为他有慈悲心 所以生到凡夫世界来的 当之如是因自在所以 他要到佛世界去 他是很自在的 他随他所欲就可以成就了 很自在的生到什么地方去的 现在生到这么一个无若恶世来 能与此恶世广说无上 那真是他的大悲心的关系 这是这个善品之地的境界 央逸天花香 祭天宝衣服 天上妙宝具 供养说法者 那么这个善品是这样高的境界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用以天花天香天宝衣服天上妙宝具来供养这个说法的人 这是说他的功德的广大 这个供养啊 是功德最大的在据实论上有个项号 据实论上说是父母病 法师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或者有病病或者是讲说法的人 或者是最后身的菩萨 这些人 这些人色非正圣者 是国有量 就假设这个人他们不是圣人 但是你要能够能够像他有所不死 你得的果报是无量无边 经上倒是特别说到供养父母的功德非常的大 说到这一边 五灭后阿世 能持世经者当合掌礼尽 如供养使尊 这是前面是现在 这是送来一次 佛灭度以后 这五灭后阿世 释迦牟尼佛说佛灭度以后啊 在这个五灭后阿世里边 能持世经者 在五灭后阿世里边修行是很难的 但是他能发现修行 能行能行能持世经 当合掌礼尽 这也是送这个善品词 那么对这位阿世应该合掌礼尽 这个传行上对这个善品词 只是简单几句话没有说出来他的国报 功德国报 但是在这里有说 如供养世尊 上转众干美 很多的美饮食 还有种种的衣服 来供养这位父子 既得虚文啊 希望能虚间听他说法了啊 这可见他说法的微妙啊 是要能于后世受持世经者 额浅在阴中 行于如来世 前面是送那个上品词 这是送那个下品词 所以要是一个人能在佛灭度以后 他能够受持这个法国经啊 这个阴呢 不能小瞧他的啊 是额浅在阴中 释迦牟尼佛说 是佛派遣他来到阴间呢 来做佛事的啊 做这个资 去度一切众生 形成佛道的这件事的啊 这个阴不得了的 这个大菩萨 所以要于一节中 常怀不善心 做善而骂佛 怀无量重罪 这底下你 前面这个别名啊 送完了 这底下送的总名 所以要于一节中 假设一个人啊 他能在一个节里面 这么长的时间内啊 常怀这个不善不好的心 怀这个恶心 作舍 作舍而骂佛 这个大怒啊 连塞大变 不言大怒 他来骂毁谤佛 骂佛 怀无量重罪 那他骂佛 但也知道 罪过是太大了啊 其有读诵词 是法化经者 虚加恶言 其罪复复复复 要有另外有一个 读诵受持法化经的人 你虚间加恶言 那个是一大结中 一结中啊 常怀不善心 现在对这个 受持读读读诵法化经的人 虚间加恶言啊 毁谤他 破坏他 其罪复复复 那个得到的罪过 还超过了 毁谤佛的那个罪过 这可见呢 这是太大 这罪过是太大了 有焉求佛道 而于一结中 何掌在恶前 亦无数记载 尤识在佛部 得无量功德 这以下 前年那两个诵 是逆子的罪 是这样的意思 这底下是说 顺之得福 有人呢 心求 无上菩提道 想要成佛 那么怎么办 你而于一结中 这么长的时间 里面 是 何掌 在恶前 在释迦摩尼佛前 用无数的记载 赞叹佛的功德 又是赞佛的无量功德 因为这样的 诚心的赞叹佛 这个功德也是很大很大的无量功德 叹美吃经者 欺福福国比 你赞叹佛对于佛无所争议 佛因为心不动 但是赞叹吃经的人 吃经的人因为赞叹了 自己的精进力会加强了 会努力的一种修行 所以会对于这个人有功德 那么所以赞叹这人的功德就大量 是从这方面说的 于八十一节 以最妙者生 寄于相卫处 供养吃经者 这么长的时间内 八十一节 最妙的者生相卫处 供养这个吃经者 如是供养仪 要得虚文再应自行庆 供养完了 要得虚间听他说法 再应该自己 要得大欢喜 这是特别庆幸的事情 俄今怀大力 怀的力太大了 可以究竟无上不提的 要往经告如 俄所说诸经 而于此经中 法化最利益 全边别名总名都送完了 这也是最后一颗 截探经最第一 现在佛告诉这个药王 现在告诉你 我所宣说的一切的经典 从华严经一直到最后的禁凡经 这一代所说的经典里面 而于此经中 法化最第一 而于这么多的经里边 此法化经是最殊胜的 别的经 皆不如法化经 最殊胜 看这句话 法化经的确可以 名副其事的说 是经典之亡了 但是在常文里面说得更清楚 而是佛福告 要往屠舍抹上 俄所说经典 无量千万亿 一说今说当说 而于其中 此法化经 最为难信难解 要往此经 这经是诸佛密钥之战 不可奋不忘授云 诸佛世尊之所守护 从其以来未曾言说 这正是说这个 说诸经中 法化经最第一的事情 这个 这一探 这底下这一刻 是探美所持之法 即是通经翻诡 前面是能受之法 化经的因 可遵可重 现在是第二个 探美所授持的法 他即是通经翻诡 这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分两个 第一个常文 第二个即诵 常文里面分两个 一是探经法 第二个是识翻诡 通经翻诡 探经法里面 分五颗 第一颗要法探 第二颗要阴探 第三颗要触探 一共是五颗 现在是要法来探 就直接说这个法 就直接说这个法 对呀 微妙 重要 而是佛福高 要望菩萨摩萨 而所说经典 无量千万亿那么多 这是不只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千万亿 这是太多了 一说进说当说 把这么多的经典里面 分三个时期 就是已经说过去的 已经说过去的 就是 伯瑞经 方等经 阿含经 华严经 这么多大教肾经典 是金说 金说就是 在法化经一开始的时候 说的无量义经 应该说是他说的 是当说 就是法化经以后 说的涅槃经 应该是这样 而于其中 持法化经 最为难信难解 在这么 在这个三个时期 里面说的经典 持法化经是最难信 最难理解的 是不容易的 这个 这个道理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 没有说法化经的之前 以前 这个说大乘佛法也好 说小乘也好 大小分流 就是 佛 我遇见大乘更新的人 就说大乘 小乘的人 就说小乘 那么 没有 去说 为什么这样子 这些事都没有说 那么 他相信大乘的人 那么 他就这样修小 那么 听闻小乘佛法的人 也就是 那样修小乘 但是 到了法化经的时候 胡云坚 胡云坚说 小乘是不真实的 唯独大乘才是真实的 这样子 对于 知道小乘的人 心里面 就是 很 很 很不愉快 就是 不容易懂 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 大乘是真实的 那么 为什么最初 不为我们说大乘 叫我们小小乘佛法 何等 不能成佛了 他们就是 唯独大乘佛法 就是 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 难信难解 那么 这个 而这个 大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那么 就是 也是 我们是大乘 可以成佛 学习大乘佛法 我们可以成佛 小乘佛法的人 就是 不能成佛了 他们就是 教雅百中了 就是 就是 把维梅皆经上的话 嚼牙百中了 就是 因为 是这样的 其实这也不明白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你 小乘佛也能成佛的 所以 是 在 这个 到了 法学习的时候 佛的 这个 说法的 这个 本意 众生是 不知道 不懂 难信难解 就是 佛这么一 最初 在 料 列 开三弦 以动之生意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 舍利夫这些大哥 心里面都是 都是 难信难解了 到了 这个 他自己领解 舍利夫领解的时候 因为这是魔王才了 怎么这样讲话呢 就是 难信难解 是不容易 要是已经开三弦医了 会三弦医了 到了以后 到了涅槃经的时候 那也就是容易了一点 就是 不是那么的困难了 所以说是 是 一说 即一说 当说 而其中 持法画经 最为难信难解 这样子说是 每个 在法画经之前 连小成人 连不但想 连大成人 应该是 这些 或者是 这些 幼神菩萨 如果没有听闻过 法画经的 那么对于 法画经说的道理 的确是 难信难解 要往实现 是诸佛密钥之障 不可分布 往手云 这个 法画经的 难信难解 所以 也就是 不容易讲说了 是诸佛的密钥之障 这个密 是隐密 就是 四十年了 四十多年了 言耳不说 言密 没有 宣说 没有这样讲 所以 这是密 这个要呢 法画经 是 无量千万亿 以说经说 当说之中 是最精要的 一部大经 它能总说 佛的一切法门 一切禁别 所以它是要 乖 乖 因为它是要 所以它能 condemn 一切法杖 都在内 身体 能 所以不可分布 往手云 不能够 轻易地 把它分布 就是宣扬出去 轻易地 就看似于人的,不能这样子 因为这个难信难解 一个是说的不弃疾了 容易引起众生的毁谤 那么不是令他造罪了 所以不能够忘受 不能够虚妄的教授于人的 诸佛世尊之守护 因此,诸佛世尊要守护这不尽 要保护起来 不能轻易地去说 那么这也正好就是 诸佛密钥之战的意思 从西以来,魏神显说 从成佛以来到现在 在法和经之前 没能够明显地说 演说这部法和经的 就是在《华严经》也说的 也和法和经也不一样 在《阿含经》也是 《华严经》不如二藤严手 就是二藤严如龙、耀牙 不能见闻的 如是挪佛 不能听闻那样的法门 那么这就是佛是普悦 普度一切众生欺乘佛道的 但是说了这样的一句 《华严经》是大乘法门的 二藤严不能没有愤 没有他的愤 这个佛的大悲心也不畅怀的 所以不畅佛断怀的 到了《阿含经》、《华严经》、《博尔经》 也还没能够埋怨 到了《华严经》 一切众生结成佛道了 所以是在《华严经》之前 未曾显说 没能明显的 也有这话的意思啊 就是秘密的 有一种根性成熟了的众生 为他说过《华严经》 但是就是不是明显的 不是公开的 这样这个意思 未曾显说 《华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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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时候有五千克的洗粮 那么他们自己有很多的业障 所以是怨 记就是不高兴听这部法国经 还有这种事情 看 灭度后啊 何况佛灭度以后呢 佛在世的时候佛那个大威德的境界 还会有这样的情形 何况佛灭度以后啊 所以法国经流行的事件是不容易的 要望当之如来灭后 其能殊持独送公养 为他人说者 如来载为一以福子 又为他方现在诸佛只是苦念 事件有大信力 以自愿力 诸善根力 当之事件欲如来供需 才为如来手摸其头 这是要淫叹 前面是要法叹 这也是要淫叹 要学习这个妙法灭后经的引冷赞叹 当之如来灭后 佛召呼要望菩萨 应当知道佛灭度以后 要是有人能够书写法国经 受持独送法国经 供养法国经 还能为他人宣说的话 如来载为一以福子 佛非常的爱护这个人 佛就用佛的衣服来服务 来服务他 那么这是表示佛和前面的何丹的意思 是同样的意思 但是智子大师也就是深意诚的去解释这个衣服 衣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人穿上的衣服就庄严一点 把这个身体的丑陋给遮住了 那么庄严一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凡夫啊 出发一些修行的人 他是个具足烦恼的人 这个烦恼就是丑陋 但是你能学习法国经啊 用这个诸法寂灭相 诸法如 这样的真理啊 来服务 这样的真理 来覆盖着这一切的烦恼的丑陋 就是这个修行人呢 乖一些法如 他心常这样 他的内心呢 他那这样用功呢 就无助烦恼就不动了 这个爱烦恼啊 见烦恼就不动了 就把这些丑陋都服住了 就服包住了 不献出来 那么就是这个清静啊 这个清静的境界 那么就叫做一衣服子 不这样说一衣服子 就是说这个修行人的境界 是他用功修行 要说是 如来一衣服子 那么从表面上解释 这是不爱护这个人 不重视这个人 但这一层来说呢 也就是这个人呢 有这么大的修行 他能念念在道 他能够三叶随智慧行 乖切法如 使令内心无助 无所助兆 那么这也就是他的德行 他一方面能够读诵法国经的文 他一方面也能受识法国经的义 他有这样的德行 所以也就受到佛的重视 佛的爱护 所以如来一衣服子 这样意思 因为他帮现在读佛之所护念 这个护念 也和这衣服其实是一样 就是他帮世界现在的读佛 一个说这是佛灭度以后 一个说佛灭度以后 释迦牟尼佛这个化身是入涅凡了 但是佛的圣灵身 原本报上还是在 在那么就是他现在的 所以他方现在读佛 他方倒不是一定说是在 离开了说佛世界之外 其实不过是 同耳不同 就在这里 你也还是不在这里 那么就是他方的 凡夫也在这里 佛也是在这里 但是不一样 我们看在这里就是凡夫世界 没有看见有佛 所以也就可以说是他方 那么他方 也就可以释迦牟尼佛也在那了 那么现在读佛的 互念 不过那个大背心呢 常常得也要照顾他 互念他 我们说是加持 那这里面可以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义 味道 有这个意义的 就是有加持的意思 是 为他方现在读佛之所互念 这个 佛的大背心 佛不会说是 我爱这个 这个弟子 我不欢喜那个弟子 我互念这个弟子 我不管不才那个弟子 不应该说佛有这种偏心 那么 但是这个地方可说出来 又为他方现在读佛之所互念 这个意思呢 应该是说 佛是平等的互念一切众生 但是 你受识读宗法或经的人 你能够这样用作修行的人 你能得到 你能得到佛互念之一 互念的利益 你能得到多少 能得到的利益 是一般的呀 闪闪乱乱的呀 完全不能与道相应的呀 完全不能与道相应的呀 佛是互念了 但是与他没有什么利益 他得不到利益的 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又为他方现在读佛之所互念 佛常能够念 意念他 佛那个大悲心的圆念他 佛的大悲心圆念他 要明白一点说 佛那个根本质是无分别 佛根本质是 住在诸法如那个地方 住在诸法如 一切法都是如 一切众生皆是如 一切佛也是如 一如无二如 在这个无分别的境界上 佛就是念 无所不念了 都包括在内了 但是这样讲啊 那是佛的甚深的境界 一个说是佛的厚德字 佛的就是这个如量字 量字在维持的经论上说 佛的如量字还是有分别 这个是恶的众生 这是善的众生 这是信佛不信佛的 修行不修行的 那佛这也是完全明白的 知道的 那么对这样的众生呢 佛就有所照顾 那么就是 他方现在诸佛之所呼应 也可以这么解释 这人有大信力 其自愿力 诸善根力 这是 如果是授持读诵 书持读诵 供养为他人说者 这样子学习法和经典 这个人有大信力 这个人有大的自愿力 有诸善根力 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说的三样事 大信力 这个大信力 那么经论上现成的说法就是 事不坏信 信佛 信法 信僧 信戒 他这个信心是不可破坏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信心呢 是用这个信字啊 来形容他这个悼念 而这个世不坏信呢 这个小圣佛法就是出国 出国 对佛法生的信心是不可破坏的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对佛法生有信心 佛法生界有信心 但是不坚固 还是可破坏的 要到了圣位 就是不可破坏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有无漏的 清净的智慧了 所以是不可破坏 所以说大信力 现在是说 大圣佛法 我们一般的说法 那么应该是出欢喜力 那么出欢喜力 那么也是 这个也是入圣位了 见到法性了 也就是或者说是见到佛性了 那么他的这个 信佛 信法 信生 信皆 这个信心 是大信力 也就是不可破坏的 那么这也就是有 波尔波罗蜜的关系 不然哪里呢 可以称之为大 怎么能说是不可破坏呢 是寄自愿力 这个有了波尔波罗蜜 波尔波罗蜜见到法性力了 见到佛也是如 见到一切法也是如 见到一切生也是如 一切法都是如 心安住那里 不动了 这些一切有违法的 惯化的境界 不能动其心了 当然是他是大信力 他的信是大 这个也就是道理大 是这个寄自愿力 那么他这个自愿力 就是他有了大信力之后 有了这个成就了无漏的波尔智慧以后 他也知道还有自己有所不足 还有还要继续前进修极无量无边的功德 他也要法很大的愿力 到四方之间的亲近佛 到众生之间弘扬佛法 就是这些这一类的愿 这个有这样的力量的 有这样的力量 这个自愿力也是大愿力 因为里面也是有波尔智力量的 有这个愿 这表示功德有所不足 或者有大悲心 看见众生的苦恼要广度众生 他有这个大愿力 那就不同于阿罗汉了 诸善根力 诸善根力 现在大信力是波尔 大愿力 一个是大波尔 一个是大悲心 一个悲一个愿 这是无漏的悲愿 就不是空洞 他真实去做种种的功德 或者是供养诸佛 听佛说法 或者是广度众生 或者是六波罗蜜了 去做这些功德去 就是善根力 善根力 那么是 这是说 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互念 又为佛一一福子 而这个人本身有大信力 有志愿力 有善根力 有这样的德行 这个受识独生法徒听 这个人是这样的 当之誓言 云如来共许 谁没赞叹他 这么有这么多的功德 有信 有愿 其实善根力就是行 信愿行 善根力是行 信愿行 或者是悲愿 大信力是般若 自愿力是悲 悲自 以悲自为道 去修行万恒 修行主善根 这么说也可以 是当之誓言 云如来共许 这底下又是和佛联系一下 说这个人呢 他和佛在一个房子里面住 共许 这是说佛和这个人在一个房子住 这可见佛是非常爱护这个人 是这个事情 再来共许摸其头 摸他的头 那么这都是表示佛爱护他的意思 表示佛爱护他的意思 但是 精心真正说的一句话 说是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人呢 有了大信力 有了怨力 有信愿行 这么殊胜 但是可能这个身体还是有漏的身体 还是有漏的身体 他还是 可能初得无声发音吧 初得无声发音 这也是有了 内心里面有了太阳出来了 有了光明了 但是身体还是 尺寿显音师 还是有漏的呀 这个有漏的身体 你这个有漏的脑袋 都是不清净的东西嘛 说佛与佛共许 佛来手摸你的不镜头 又有什么意思呢 摸这个不镜头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就是 这个意 这个解释 这个道理 不能在表面上说了 一定是 另外一个高尚的意思 在解释 大家一直解释 那么就是前面有大信力 有志愿力 就是他的大悲心 和波尔波尔的修行的 无量古缘的功德 都入到第一地里面去了 诸法都是寄业乡 这个如来共许 佛在什么地方住 佛在的必进空 那个地方住 而这个修行人的波尔 他修行的万行 也都入于第一地了 入于诸法寄业乡 那么就是与如来共许 就是和佛同时住在必进空那里面去的 所以如来共许 但是这样讲 这是圣灵的境界 再为如来 什么去投 这个什么去投 那解释 我们都可以去读读古音的读解 各有各的解释 或是这样解释 这个投是什么呢 投就是修行人的智慧 修行人的智慧 以智为手 以他的大智慧为他的头 但是他的智慧 这个修行人受读读读法或经 常常的用作修行 增长他的智慧 以智慧为头 那么这是很宝贵 很难得的 一个生死凡夫 能够有这样殊胜的功德 佛很爱护 这个手抹去投 这个手抹去投 或者说是大人 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爱护他 手抹去投 这也表示佛的大悲心 哎呀 这个弟子啊 用功修行 得到无漏的智慧了 很难得 爱护他的意思 手抹去投 佛的大悲心就是手 这个大悲心 援念众生的 所成就的功德 这个智慧手 也就是互念的 或者是大悲心呢 无漏清净无分 这个大悲心 接触了这个 这个弟子的 无漏的智慧了 互念的意思 或者是怎么样讲 手抹去投 这是要淫叹 这个淫呢 如来灭后的时候 他能书写法和经 他现在说 你当然就是应该是 应法和经 那么能够受持独送 供养畏他人说 而且这个人能修止 这就是等于他修止观地了 能够这样殊胜地 用功修行 佛是这样爱护这个人 这样意思 此要王 在在处处 要说 要读 要读 要送 要书 要经券所处处 皆仰奇迹宝塔 即令高广元氏 不须处处 不须复安舍利 所以这何 始终亦有如来全身 这是第三课 要处探 要这个处处 前面是要银探 要银探 是意思 你这个银要有这样的妙法联合经 他心里面有妙法联合经 所以这个银也就特别尊规了 现在在底下说 在在处处 就是这个 这个法 这个微妙的 无上圣神微妙法 他要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也是尊规的 就是这样的地理 是要往在在处处 在这里在哪里 各是各的地方 无论什么地方 要说要读 要是有人在那里 宣说法国经 或者是读 或者是诵 或者是书写 或者是经券所住处 所住的地方 戒央其七宝塔 那个地方就是特别的尊规了 就应该在那里造一个七宝塔 这个塔要机灵高广严寺 要这样子做 不需要福安舍利 不需要另外再供上佛舍利 不需要 所以 因为什么呢 其中已有如来全神 就是这个塔里面 那里面就有如来的全神了 所以不需要再放舍利了 再供舍利 这个法画经所在的地方 这里说了几样 一个说一个读诵书 什么几样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特别尊规了 要去祈祷 这个是说 这是法画经的法所在住 要是说佛的硬化身呢 佛生的地方 佛生在南皮尼远 佛成道的地方 在南皮尼泰国 佛的树下 佛转法轮的地方 说是入医院 佛入涅槃的地方 就是基斯诺书成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要其他 其他就是 对佛的恭敬尊重 那么现在这个法画经 法画经是说的 法身出现的地方 法画经 法画经是说法身出现的地方 这是圣处 法身的圣处 那么修小读诵法画经 而能得无上不敌 那也就是成道的地方 转法轮的地方 这个法画经本身就是法 就是法轮的本体 字体 那么法画经 也就是大涅槃的境界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其他也是成好了 前面一般的说 佛的硬化身呢 这四个地方要其他 现在说法画经 等于说法身的这四个地方 法身这四个地方 都是在法画经这里 所以法画经所在处 也应该其他 其他嘛 那不须与福安舍利 所以者说 始终亦有如爱全身的 这个 在大致的论上 龙祝不是说的 我们一般所谓舍利 是佛的生身的舍利 父母所生身 成佛以后 火化以后有舍利 那叫做生身舍利 现在这个 《妙法良化经》的语言文字的这个经典呢 这是法身的舍利 这是法身的舍利 那么这里有 法画经全部的都在这里了 这里就是由佛的法身的全身的舍利 所以不须福安舍利 也这样的意思 但是释迦牟尼佛 是灭度以后火化了 成为碎身舍利 将建保塔品的多保入来 它没有火化 那么就是全身舍利 有这样的不同 有碎和全的不同 那么现在这个 这里面说 始终亦有如来全身 那么这是全身舍利 法身的全身舍利 就是妙法良化经 那么其他的经典呢 那就是法身的碎身舍利 也可以这样解释 是殃月一切花香应乐 增盖窗帆积月歌颂供养 恭敬尊重赞看 所以在这个地方 骑了七宝塔 那也应该一些花 一些香应乐 这么多的工具 还有积月歌颂 还有供养 恭敬尊 尊重赞叹 这样的意思 是要有人得见此塔礼拜供养 当时一定是更像 Says 你也接近阿尔多罗的向盘山伯提 你就距离阿尔多罗的向盘山伯提 不远了 就有这样的 lets fish 这是这个 而这个进阿多罗山的成不提议 这后边有解释 在这里先不说 这是要触探 这底下要阴探 要望多有人在家出家行福之道 要不能得见闻读诵书之 供养师法和经者 当之是因未善行 不知道 多有因不是少 在家行福之道 或者出家行福之道 这个是很难得的 花了无上不提心 去弘扬佛法的因 是很高贵的因 但是他要不能够见到法和经 闻到法和经 读诵书写 受词供养 这法和经的话 当之是因为善行福之道 他的福之道 修行的还不是那么圆满的 要有德文士经典者 来能善行菩萨之道的 那才能善行福之道 那么这也是这个 要因叹 这心菩萨大是因 德上不提才是国 要因来赞叹 这个法和经的微妙 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这个道理啊 在前面的三周说法里面 也可以看出来 看出来这个消息 就是这个 你要没有建文法和经的话 你信佛之道 你可能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行菩萨之道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 想到的 想不到的困难 困难你没有 道不退转的时候啊 你这个心就是在那里 犹豫不决 菩萨之道难行 我不要做了 我做治疗还好了 何必你这么 给这个烦恼你 受这个苦恼 这个众生那么难度 本来你是好心 去度发众生 结果它绑回你 怎么怎么的 所以我不要行菩萨之道 就是往后退 现在听闻法和经的 你看呢 只有一佛圣 这个二生人的 生闻道啊 阴天称的佛法 那只是在生死里面啊 生活的舒服要有一点而已 还是不能够 不是究竟的 初世间的啊 阿罗汉 万毕之佛啊 谁还是了头了生死 但是那是方便的 他一定还要前进到无上菩提去的 如果你听闻了这样的道理 就不能向后退了啊 就一直都要决定 要行菩萨道向无上菩提 向佛所去 不能退向后退的 那么你这个菩萨是很坚定的力量啊 不对断于无上菩提 所以这是善行菩萨道 要是没听闻这样的法门呢 也向后退休 要做菩萨 又不想做菩萨 后来也可能就是不做的 所以这个菩提到啊 修行的不圆满 可能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呢 要是听闻法国经啊 如果你能够修晓这个法国神没有达成就了啊 那当然这个菩提到可能会修行的好一点 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啊 当之是因为善行菩提到 但这里面也应该说有其他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你如果是在范围行菩提到 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如果入了圣规你就比较容易 那么你要听闻法国经啊 修这个安乐行 容易得无声法言 那么你就不知道不是修行的好一点 也可以这样解释 只要有得了这经典者 乃能善行菩萨之道 这可见这个法国经的重要 其有众生求佛道者 要见要闻自法化经 闻以信也受职者 但是 得进 都能善行菩提 这底下是要果叹 要得无上菩提来说 果叹分成五颗 第一颗是明晋国 第二颗丽痞 第三颗法和 第四颗失禁 第五颗是减飞 现在说这个禁国 是其有众生 假设有一个法无上菩提心的人 他能够希求无上的佛道 有这样高尚的愿力 要见要闻自法化经 他或者是见自己读 看见这法化经的微妙 或者听音说 那么闻以信解 他或者见或者闻 然后他又能信解受识法化经 就是修小法化经了 当之世音 得进 多了什么什么的 他就会 距离无上菩提就比较近一点 有这样的好处 这是 其实这就是简单的说 在底下 立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详细的说 这个近阿尔多罗三辈三菩提的道理 说 毕如有人 可发虚水 欲比高原 穿飙求止 游见干土 知谁上远 事工不已 转见思途 谁见自你 其心决定 知谁 必尽 这个 读这个法化经 会知道 佛很常说评语 阿尔多罕也跟佛小也会说评 说的很多是很妙 这里的又是这个体育也是很好 说毕如有一个人 是渴发虚水的渴了 他的身体里面活多了 就是又需要水 所以毕如有淫 就是像前面啊 那个求福道的人 他愿意啊 求无善不敌 有这样的愿力的人 可发虚水 可发虚水 就是 这个水是什么 水也或者说是 佛性 佛性水 或者说 这就是诸法 记你像 他要建这个圣道 见圣道 见这种西丘心呢 很急 很勇猛 很决断 这叫可发虚水 这个话呢 和这个静干精神的意思是一样 发了无上菩提心啊 与你云和英诸 云和相扶其心 就是要用波耳波的谜 才可以的 那么这里这个意思就是 你发了无上菩提心啊 你要积极的 希望能够见到诸法 记彼像 要得无上菩提心 波耳的话 这不是道难行啊 所以这个叫可发虚水 是余比高原 穿着囚子 这个余比高原 穿着囚子 这个话怎么讲的 或者这里下有几种解释 或者我们现在过去这样说 余比高原 就是什么 就是法和经 妙法莲和经 并名为高原 就是穿着囚子 就是学习这个妙法莲和经 就是这样讲 幽见干徒 你初开始修行的时候啊 还没 你现在可发虚水嘛 虚水你在高原 求啊 初开始的时候啊 还是干徒 还没有谁 没见到谁 那么这时候可以说是外帆位 在外帆的时候 知随上远 这是知到这个水 还有很远 得圣道 还不是 不能离开得到的 还是很远的 事工不移 转见师徒 你继继继继续努力 继继继续努力啊 不要停下来 不要退下来 事工不移 转见师徒 啊 咱转的就看见土 撕了 撕了 撕就是水嘛 这个土撕了 再继续挖这个图啊 穿着这个高原 就看见你了 看见你了 那么这个是说 或者这样说啊 这个 事工不移 转见师徒 谁见之你 见你的时候 比如这个修会 闻师修这个修会 转见师徒啊 这是师会 闻师修这个师会 前边呢 穿着求职 游见干头 知识上也 事工不移 这都是在闻会的时候 闻师修 由闻会而师会 由师会而修会啊 这就是转见师徒 谁见之你了 其心决定 知水必尽 这时候他就知道 这个水 尽了 不远就有水了 知水 那么这是 一个一种解释 这是 一笔高原 穿着求职 游见干土 知水上原 这是说 你要求法画经啊 你需要有这个 闻师修三会 你不具足闻师修三会 我见闻法画经了 但是闻师修三会不具足 你就是 于笔高原 穿着求职 游见干土 这是不行 好 所以你知水上原 你要事工不移 转见师徒 神仙之仪 这具足闻师修三会了 其心决定 知水必尽 这是这样解释 其次呢 这个 于笔高原 穿着求职 游见干土 是你 你不去 受之读诵法画经 你在这个小圣经典 在小圣经典上求 这不是高原 不疲法画经 疲小圣经典 你在小圣经典上啊 你想要成佛啊 游见干土 不行 你想要见佛性 不行 还是干土 不能 知水上原 那就是 前面说是得进 阿尔多罗三会不得 你在法 你学习法画经 你现在进 阿尔多罗三会不得 你要想去小圣佛法 小圣佛的经典 游见干土 知水上原 那与 阿尔多罗三会不得 没距离的太远 还很远 事工不移 转见诗图 顺见之尼 这时候你要能够 在法画经上 事工不移 那你具足三会了 其心决定 知水必尽 或者说是 你在方等经 伯尔经上 去修行 转见诗图 你在三藏 叫阿含经典上 去修上不得 是转见干土 要在方等经 波尔经 施工不移 转见诗图 要在法画经 修行佛法 谁见自尼 其心决定 知水必尽 就是禁于阿阿多罗三藏三不得 可以这样解释 可以 不过这个里边 也还是有文师修 也就是修子观 修子观 不过这个文师修 这个文会和师会 那是说对于文字的佛法 要经过一番的努力 这个文会 师会才成就 经过一番努力以后 那么你就要有修会 就是修子观了 修子观的时候 慢慢地 慢慢地 其心决定 知水必尽了 就德无上菩提 德无声发音了 德无声发音 那就是 这个无上菩提 那个分两种 一个是初心菩提 一个是后心菩提 这个初心菩提 就是初地菩萨 初地菩萨的无声发音 就是初心菩提 这个无上菩提 后心菩提 就是佛的无上 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无上正正正月 就是后心菩提 现在说是知水必尽的 尽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就是尽这个初心菩提 于初心菩提 于德无声发音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提心决定 知水必尽 这底下就 前面这是说的一个 比喻 这底下合法 是菩萨 以夫如是 也是这样子 要未闻未解 未能修习 是法活经者 当时去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上院 那么这是 要是这个菩萨 他没有闻 法活经 没有解法活经 未能修习一次法活经 就是没有闻思修三菩提 这个解就是思维了 你不具足闻思修三菩提 你对法活经 你没有具足闻思修三菩提 你对法活经 你没有具足闻思修三菩提 当时去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还是很远的 要得闻解思维修习 必自得进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就是进到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所以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是一切菩萨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皆出此境 所有对菩萨 他要是想 成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这件事 都是属于此法活经的 你在法活经上学习 你才能够得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但这个意思就是像前面 这个高原啊 这个干土啊 湿土泥土 那都是一子一水的 那么那个水是疲于法活经 疲于法活经 也疲于无上菩提 那么一切菩萨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接触此境 这个佛已经说出来 无量千万亿的法门 然后弟子结集写出来了 用文字写出来 哦 这是华严经 这是阿罕经 方能经 贵尔经 法活经 很多很多的经 这样子写出来 那么这佛 佛这种说法 就是用文字写出来 一切菩萨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这话就是这样的意思 可是要在佛的本义说 来解释这句话呢 应该是那样说 就是一切菩萨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皆属于一佛圣的法门 属于一佛圣的法门 你要听文字修 文字修 学习一佛圣的法门 你才能得无上菩提 这样意思 因为这样子就是包裹了 所有的大圣佛法 这一佛圣都在内 你可以这样说 要是说这个意思说 你去学习阿罕经 阿罕经 你最圆满了 你成功了 就是阿罗汉而已 就是得我 或者得彼自佛而已 就是这样子 所以菩萨的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不属于阿罕经 那就是说 所以龙树菩提说 阿罕经你没有说菩提道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说 般若经 要为弥勒菩提道 说菩提道 那么这也就包括 法国经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为一切菩提道 说菩提道 连阿罕汉都在内 但是这是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 最圆顿的 修得了 就是法国经的 所以说 一切菩萨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接触慈经 是属于慈经 所以你与法国经 要不能够 闻思修三回俱足 当然是与阿尔多罗三百三菩提 是圆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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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